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苏先生送走了 快去找几个浴室来 本王要和解一下 怎么暗中相助沈追 殿下这样就满意了吗 私泡房这么难得的把柄 难道殿下只是暗中帮着沈追 告一下状 以你之间 沈追身为护部尚书的继任者 据表弹劾前任 就算有再多的人证物证 闹到天也不过是一桩贪毒案 而且苏先生也说了 东宫已经开始着手关亭司炮房 翻来翻去都是旧证 太子怎么说也是储君 陛下就算再怎么斥责他 惩罚也想必不痛不痒 哪比得上殿下 连舍两个尚书这般惨痛 你的意思是 趁着私泡房还没有完全关闭之前 把事情闹得更大些 殿下英明 我看见你 好 放下 我看见他 你会他们的好事 你会吗 我看见他 你会有想到的 我看见他 你会有想到万贵 你会有想到万贵 你跟我说清楚 兄长是怎么受伤的 清哥 只是突发重病 满屋子血腥气 你跟我说他是生病 他是不是上缘之夜又出去了 是父亲让他去的 哥哥 你不要问了 你怀着身孕 父亲竟然让兄长做这么凶险的事情 哥哥 你不要去找父亲说什么 清哥卷进这种事情 终归还是他自己自愿的 怪不得公公 也怪不得父亲啊 哥哥 父亲 孩儿 谁让你这么闯进来的 一点礼数都没有 孩儿有一事想请教父亲 有什么事说吧 所以孝道而言 不该质问长者 但父亲近来的所作所为 孩儿愈发看不懂 再也不能闭口不言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君子立事应以家国为重 请闻父亲 您仅以党争立场不同 便指使卓家爹爹 刺杀朝廷重臣 于国而言可算得上是忠 年官刚过 其没有怀有身孕 您又派遣青瑶兄长 再踏凶险之地 以致伤众致辞 于父而言可算得上是慈 一派胡言 这些话你从何处听来的 卓家爹爹因视您为至亲 才会如此信任 如此这般听从差遣呀父亲 有些手段 实非君子所为 还望父亲能够悬崖勒马 别让两家人跟您一起 误入歧途 混账 我 小小年纪 竟然敢教训为父了 你整日浪迹江湖 逍遥自在 哪里知道朝堂之中非有寄敌 你以为为父 永远可以持齐强之士吗 你以为我是一品郡侯 就可以掘破党父吗 笑话 为父现在手中是握有大权 炙手可热 可你知道这是谁的权利 这必须是未来陛下的权利 如果为父在夺狄之争中 不能抢的先机 一旦欲望当机 就难保谢卓两家 不被逐出京城 你知道吗 歧途 朝堂之争 哪里有正妻之分 胜者自然为证 夫妻 闭嘴 出去 以前 只是不想把他牵扯进来 这以后 怕是要防着他了 还是让他 多和朋友们在江湖上游历吧 既长了见识 也省得在我们身边 知道的太多 可他那些朋友 也不是白叫的 从今往后 咱们的事 一丝一毫都不能让他知道 来 宗主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地面都跟着震了一下呢 快去陪人看看 出什么事了 是 殿下 听见了 按殿下的吩咐 一切皆按我们的计划进行 没有分好错乱 尽管会伤机无辜 但只有这样 才能让私泡房的案子 真正发挥他的价值 私泡房炸了 是 据说是由于最近无血天干 火星崩落引起的 私泡房爆炸的当时 就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附近受牵连的人家 大约有九十多户 全都是毁于大火 烧了整整有一条街 死伤如何 单是私泡房内 就已经死了数十人了 再加上附近受牵连的百姓 少说也有上百人 轻重伤者还有百事余人 火势控制住了吗 好在今日无风 没有烧到下一条街 现在已经被扑下去了 还是烧了整整一条街啊 是啊 当时的伙势根本就控制不住 最早赶到的京兆衙门 只有那点人 即便是加上前来救火的百姓 也根本控制不住 要发生骚乱吗 确实有一些奸诈之徒 趁机开始哄抢 巡防营的人赶到了 一时也镇压不住 好在最后 靖王帅亲兵赶到 才算稳住了局面 景爷也去了 靖王殿下 还支出了一些军中的帐篷 用于安置灾民和伤者 太医院里的太医 目前都在官册上 一时也调配不开 他就派人出资征用民间的 属下已经被目前 上在京中的药堂的兄弟 前去支援了 做得很好 照理说 征月快要过去了 燃放炮灼的人越来越少 私炮房应该过了 最危险的时候 可是偏偏在此时 发生了意外 宗主您是怀疑 此事是人为的 要不要我去查一下豫王 看看能否查到 他有意引发此案的证据 这么多条人命 可不能白死了 有任何线索 马上报给我 是 你 你 你说什么 什么叫私炮房爆炸了 我不是已经叫你们停了吗 是啊 自从殿下传讯 说沈追已经查到了私炮房 属下是分毫不敢耽搁啊 立刻派人去收捷转移 只希望尽量在查封之前 能够多了结一些 昨儿忙了一夜都没事 没想到今日 到底是怎么炸的 属下也不知道 也许是搬运得急了 也许是有火星 毕竟那是个黑火药库 这 只要见到一点明火 便会立刻炸开啊 马上去找谢玉 把巡方营调过去 围住现场 一个人都不能进去 巡方营已经去了 可是 金肉银府的人却是仙道 现在连晋王府的人也到了 就算强行把他们赶开 殿下 这事 这事也瞒不住了呀 瞒不住了 瞒不住了 来人 备撤 殿下 殿下 救命啊 你 我 我们备宽 大致 站住 此处先杂刃的不得入内 你是做什么的 我找他 练下来 哦 进去吧 苏先生 廖将军 静王殿下呢 三里面 还在勘察爆炸的丝炮房 参见郡主 参见郡主 郡主 苏先生 是 穆王府送来一些可用的东西 去接收一下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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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是 是 郡主 殿下误会了 这并非是苏母出的主意 是我刚才誓言 请先生不要放在心上 你已经是东宫的太子 怎么还如此贪力 不能怪我贪 要不是老五处处紧逼 为了对付他 我这花钱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我记得有几个御史 明面上是豫王的人 实际上是你安插进去的 有那么几个 马上通知他们 立刻上奏弹劾你 罪名扣得越大越好 哪怕是说 废处太子这样的话也可以 这 真的要废了我 四炮房这件事 你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 你只有认罪 但陛下 生性多疑 豫王的人 越是疯狂地攻击你 他越会觉得 跟党争有关 母妃的意思是 只要陛下心里觉得 这件事是党争领发的 那他就是再恼怒再处罚 也会留有余地的 以免豫王太过占了上风 而让当前的局面失去平衡 儿臣明白 儿臣这就去安排 请问一定会有党争领发的 如果是这东西 它就这样 图案 你会有党争领发生的 不是 有党争领发生的 你要是 我多长相 你会让我看 你不能选择 是 我看你 但還是報並不一聲吧 是 等等 這批君子不用報 為什麼 別問那麼多為什麼 蘇先生說不報就不報 就當是靖王忘了 你們也忘了 暫時別報了 就照郡主的意思吧 是 抬出去 抬出去 先生可知 這批君子雖然已經撥付於我 但是用於安置這些災民 已經算是挪維他用了 按照規矩 確實應該報兵部一下 為什麼先生不讓我報 剛才殿下都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照辦了 難道不怕我又出了什麼 陰鬼的主意嗎 我之前說錯話 還請先生不要介懷 穆王府的物資到了 郡主不去看看嗎 是該去看看 是陪你 現在是戰時嗎 當然不是 這些帳篷和棉被 算是一大批軍資嗎 從數量上來看 幾乎不算什麼 用完了可否回收 最後當然是要回收的 既然並非戰時 借幾挺帳篷 寄穿棉被出去 算什麼大事 事情雖然不大 但還是要按規矩辦事 不按規矩辦又如何 請問我 先生應該知道 兵部屬於太子的勢力範圍 這過錯雖然小 但一旦被兵部抓住 只怕還是要具本參我 我就是要他們參你 殿下急功好義 對災民廣是仁慈 這難道是壞事嗎 當然不是 既然是好事 犯的錯又不值一提 兵部憑什麼要小提大做 抓著你不放 這一撞告上去 皇上和朝臣們是覺得 殿下罪不可恕 還是會認為 是太子在借兵部之手 打壓你呢 如今在朝堂之上 太子根本就沒有辦法 一手遮天 到時候兵部參你 你就認個錯 自然會有耿直的朝臣 出來替你說話 有什麼可擔心的 我倒不是怕兵部拿我怎麼樣 就算父皇再這麼嚴厲 這點小小的罪名 我還不放在心上 只是 明明可以免此疏漏 為什麼非要鬧這麼一出 我就是要把事情鬧大 現在朝堂之上所有的目光 都聚焦在太子和豫王身上 殿下做的事情 有誰會真正注意到 先生不是說 現在應該多做事 少說話嗎 自己不說 但是要讓別人來說 等兵部一狀告上去 皇上和朝臣們才會知道 當太子和豫王在互相撕咬的時候 是誰控制住了局面 穩定了民心 又是誰 明明默默無爭 卻要反過來被攻擊 人人的心裡都有一感稱 殊是殊非 自然會有公論 來 歇下來了 反之 若是殿下現在將此事上報兵部 雖然事情做得規矩 卻白白埋沒了你的善行 本王做這些事 不是做給別人看的 若是做事之前 就想好了要給別人看 那是殿下的德行問題 可若是做了好事 最終卻無人知曉 那就是蘇某這個謀事無用了 你們好 客人 宣豫王儘還 户部尚书审追 经召府尹 高声觐见 召你们三人来 是要商量如何处置 私泡防疫案 沈卿 此案是你最早奏本 你先说说 你所知道的情况吧 臣蒙陛下信任 接任户部尚书一职 在清查历年曹韵旧账时 发现有黑火夹运 进而发现了京城私泡防 当时楼之境已经彻职查办 而私泡防仍在运营 后来臣便发现 东宫也有参与 在城报的奏折中 臣已附上了楼之境 与东宫的分立账本 上面有太子傅 詹氏韩礼的签收印件 韩礼此人现在何处 回陛下 献押于刑部天牢 太子 你怎么说 儿臣对下属管教无方 这个韩礼 实在是胆大包天 竟然敢施法度于无误 儿臣未能及早察觉 实在是难辞其咎 神卿 你可有证据 证明太子直接参与了此案 回陛下 在查封的账本中 并没有发现太子殿下本人的印件 那么 此案若是韩礼一人所为 太子并不知晓 也是有可能的了 楼之境 原是户部尚书 二品大员 乃是独掌一部的格老重臣 而太子傅詹氏韩礼 只不过是东宫蜀冠从四品 神卿此话是何意啊 从楼之境与东宫历年分历的账本来看 整整五年 每年都是楼之境得两分历 韩礼得八分历 臣只是觉得这个韩礼 真乃是个奇人 一个小小的太子府詹氏 东宫蜀冠从四品 竟然可以把二品大员 户部尚书楼之境的得力 压成这个样子 警察夫人 臣在 私炮房爆炸事故现场 损失如何呀 到今日止 供烧毁民房六十四间 死一百二十一人 重伤三十九 轻伤欲百 其他财务损失未继 民情如何 虽然勉力安抚 但由于现场惨烈 死伤太多 所以至今仍是民情汹汹 颇有鼎沸之势 羽王 儿臣在 你对太子在此案中 应付的罪责 怎么看 儿臣昨日得知这个消息 甚是震惊 不过 既然太子殿下 申辩说他不知情 儿臣倒也不敢不信 还请父皇查识 以免冤枉了皇兄 你昨日才知道 因为母后刚刚大病出狱 儿臣从初十后 便在府摘戒 故而事情知道了慢了些 此案发生至今 正好是三日 朕接到的御史参本 已经有十七本之多 其中有人认为 太子罪责深重 以施储君德行 主张 废去东宫之风 这太子谓众 关系国本 怎可轻言费力 这些御史之言 你也不知道吗 二臣是初次听闻 那你认为 如何处置才好啊 死伤者应多加抚恤 受到火灾牵连之平民 应该善加安顿 至于太子殿下 虽有管教不言之罪 但还请父皇 看在东宫尊贵的份上 留下颜命 他干出了这种 德行不休的污糟事 把朕的脸都丢光了 还敢要朕给他留言 请父皇息怒 陛下息怒 传旨 太子失德 贪力废法 令 潜入归甲攻自刑 期间 不得参与朝政 死炮防疫案 叫刑部主审 所涉及的官员 无论职位大小 一律言除 不得孤行 殿下 还是吃一口吧 您的身份还在 宫里的贵妃也还在 虽然现在委屈一些 但是等陛下的火器消了 自然便会起伏 萧景桓 神追 不要以为我会就这么算了 等我缓过来 我要你们的好看 殿下 你们都得去死 所有的人 等我登基以后 你们都得死 还有那个靖王 父皇哪几眼睛看上你了啊 你也敢跟本宫作对 兵部的李林在干什么 不是说找到他的把柄了吗 为什么不上奏去参他 回殿下已经参过了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处置呢 靖王说他挪用君资应急 一时忘了报备 愿意认罪 可是户部的神追 当庭为他辩护 说兵部小题大做 恶意攻击 这朝城的各个迎风岛 竟少有站在兵部这边的 连陛下都没有责备靖王 反而还夸他御事决断 让他时候报备一下 就算了事 兵部这次 算是白白吃了个哑巴亏 倒是让靖王 在陛下面前露了脸 殿下 这些都送吗 对 统统送过去 要快 是 那几件特别重要啊 好 慢点 轻点 殿下带这位麒麟才子可真是好 每次送去的东西他都退回来 可殿下还是时不时要收集些好东西 非要给他送去 这要不要是他的事 送不送那就是我的礼数了 从沁国公案起 到这次阻止我趁机攻击太子 他给我的建言虽然不多 但是每次都能执中要害 可见 这位麒麟才子才名不虚 要细算起功劳 连你都未必能压得过他的分量 总该有所表示才行 那殿下这次送的又是什么 眼见春分了 天气日渐和暖 听说他近来正在修缮园林 我送些精致不俗气的 百剑和玩器过去 既不奢华又不贵重 都是他现在正用得上的东西 说不定他顺手也就收了 这位苏先生 小心点啊 可是很有品位的 他亲自改建的园林 想来定是好景致 只可信了般若这身份 不便登门 怕是无缘一件了 这有什么难的 等过一阵子他改建完了 你随本王一同过去看看便是 殿下此话算数 这才两个月的时间 你把这里整个变了个样子 我都快认不出来 这是当初推荐给你的那个宅子了 我把旁边的那处园子也扩了进来 地方大一些 飞流玩起来也高兴 这是你到了京城以后 第一次设宴请客吧 是啊 新秀的园子 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 能得到江左梅郎的邀请 我真是受宠若惊 蒙大统领 客人都还没到呢 你倒先跟我演起戏来了 我又说错话了 你今天要请多少人哪 自然是有景锐和玉京 还有郡主和夏冬 这加上我不才五个人吗 这 郡主会带沐青一起过来 夏冬也会带上他的大师兄 夏春也来 还有一个人我没有请 但我猜他一定会不请自道的 谁呀 这才是江左梅郎英居之所呀 刚才从园子里过来 真可谓是一步一景 浓淡相移 不愧是先生亲自制图都鉴的呀 只是闲来无事 整修整修 又不是乔迁兴居 所以未敢惊动殿下 没想到殿下还是过来了 好在先生今天请的 都是一些相熟之人 否则加勒本王这么一个不速之客 大家都不得尽兴 客人们都来了哪些 这个园子是蒙大统领推荐的 自然第一个请的是他 锦锐和玉京也已经过来了 正在聘听喝茶 宗主 诸位客人都已经到了 好 殿下 请 好 请 这是第七种酒了吧 苏兄家的菜肴倒也罢了 最妙的就是每一道菜配以不同的酒 真的是风味别致啊 玉京啊 你乃好酒之人 苏先生这么多种酒 你都能叫得上名字吗 这个是秋月白吧 玉京是好酒之人 猜出来也不奇怪 锦锐 你能品出几种啊 哦 哦 我不行 我只品得出赵电弘而已 不会吧 你能品得出赵电弘 呃 过年的时候 青瑶兄长送了一小坛给谢碧 我尝过一点 所以记得 你们和赵电弘居然不叫上我 我再也不理谢碧了 还有你 哼 玉京 你今年贵庚啊 还这么孩子气 哼 景瑞 啊 我听说你兄长病重 有一个多月没有下床了 现在可好些了 哦 已经没有大碍了 好多了 哦 江湖人士 到了京城之中 会有诸多不适应 还是小心些为好 久已半憨 如此枯作也是无趣 昨天晚上我倒是想出一个玩法 不知各位是否有兴致 嗯 江走梅郎想出来的点子 就算是不玩也得问问是什么 苏先生 说说看 那就好 此前我有缘 得到了一本竹简琴谱 捡了甚久 云莫像是 诗传已久的古曲 广陵伞 真是广陵伞 昨晚我将此谱藏在了园中某处 大家可以室内室外随便翻 谁先找到 我便将此谱相赠 苏先生 你可惨了 我这春胸是有名的月痴 他要知道这秦谱藏在你的宅院中 就算把这翻个底调 他也一定是要找到的 这个没找到之前啊 胜负都难料呢 锦锐 穆小王爷 咱们三个一队 好啊 玉京倒是会找帮手啊 他们两个都不是爱好月礼之人 要是真让他们找到 肯定会让玉京给抢了去 夏大人还没有帮手呢 东姐 我帮你一起找 哪哪儿 那边 左边 左边 往左 往左 没有 没有 你怎么想沉 往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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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边啊 这边 你快着点 我不行了 你再坚持一下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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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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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不找过了吗 你再看看 锦锐 找到没有 不曾看见 去那边看看 快 走吧 再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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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看 我蹦不住了 我看啊 有 有没有啊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看来愿意老老实实 待在这儿的 也就剩咱们几个了 你看刚刚夏春 走出去那个气势 简直是势在必得 快 夏春大人可最爱这些了 上次为了一本古谱 他和陛下还争了起来呢 早就听闻玄境思中 属夏春大人最擅长 奇门遁甲 机巧之术 我这点小巧的伪装 像比他一眼就能识破 看来今天玉京 可要不高兴了 这也难料 苏先生的园子可也不小 是不是一开始 就找对了方向 还是要看运气的 似乎秦姑娘也有些坐不住了 不如同去碰碰运气 先生真是体贴 那 你就去吧 多谢殿下 多谢先生 来 莽达同龄 来 苏先生 请 请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咱们呀 太笨了 苏兄乃是喜好乐理之人啊 他怎么会把 如此珍贵的乐谱 放到外面招露水呢 咱们应该去屋里面找 对不对 走走走 快 你早说啊 翻我一手泥 走吧 你交的什么朋友 是 是 桑兄 打算把这屋子都翻个遍吗 他兴许在外面呢 不会 朱建古谱应是精心保存 最怕潮湿了 苏先生说 昨晚他就藏在外面 且不说这前两天的小雨吧 但这早晚的露水啊 便已然很潮湿了 他又怎么会藏到外面呢 找吧 定在屋内 我去礼屋看看 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